天氣狀況今天早上比較不穩定的地方是在中部 比如說是在苗栗的南邊 台中彰化甚至到雲林嘉義都有下了一陣雨 不過到了現在陽光出來照射以後 這個雲層慢慢散掉了 那現在外面的空氣品質來看 很多地方都不到綠色的 但是還好它也是黃色普通的等級而已 空氣品質都還算不錯的 那降雨的情況來看 今天清晨中部這邊剛剛提到的就蠻大的 在苗栗以南台中彰化雲林嘉義這一帶 都有比較明顯的降雨 那特別是這個紅色的雲林的山區 彰化也有部分地區有這個黃色的 台中也是一樣 苗栗的南邊也是一樣 量最多的雲林的谷坑下的快100毫米 其他大概40幾到50幾毫米 不過這個雲層到現在慢慢的在散掉 那最主要還是因為太平洋高壓的強度不強 升到我們台灣這邊不強 所以除了說清晨容易有雲層長起來之外 到了下午也容易會有熱對流 那氣溫方面來看的話 一大早現在感受到溫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那在馬祖金門澎湖大概27度左右 台灣本島這一帶的溫度跟昨天比較變化也不大 大部分地區已經來到27 28度了 白天溫度還是高還是蠻熱的 當然沒有到這一種37 8度的溫度那麼的高 再來看一看的是整個地面圖 第二帶位置雖然比較北邊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太平洋上面 琉球的低氣壓 另外日本南邊的颱風在這裡 就可以看得出來太平洋高壓 它本身的強度並不強 所以我們的天氣事實上是比較不穩定的 到了今天晚上的時候還是屬於這一種狀況 甚至未來這一個禮拜太平洋高壓的強度都不是很強的 西半部的平地東北部可能就容易碰到局部性的午後震雨 那至於說這個33颱風過去移動的速度 禮拜六禮拜天移動的速度還蠻快的 但是慢慢的速度要減慢了 因為慢慢的它要轉向了 現在的位置在這裡 禮拜二大概來到它要轉折的地方了 禮拜二的速度最慢 所以上個禮拜原本預計可能是禮拜二禮拜三影響到日本 那往後延的可能就禮拜三禮拜四 禮拜三來到了日本的九州 禮拜四的時候大概來到日本本州這一帶了 所以主要影響大概禮拜三跟禮拜四這兩天 那到了禮拜五可能往北海道過去了 只不過到北海道當然它的強度沒有這麼強了 那影響的狀況可能要去日本的朋友還是要注意的 那衛星雲圖看一看雲層發展的情形 台灣這四周圍的雲層海面上面事實上並不多 最主要是清晨的時候有一塊雲層就在中部這邊長起來 我們看一下清晨的時候在中部這邊長起來 這個是昨天的午後陣雨 那今天的清晨 長起來以後呢 中部也帶來了一些陣雨 現在慢慢消散掉了 衛星雲圖上面看起來不是那麼的清楚 我們從雷達這邊來看 中部這邊長起來紅色的顏色 苗栗台中彰化這邊甚至到了雲林這邊都有紅色的顏色 但是到了現在逐漸的在消散掉了 第一個範圍沒那麼廣了 第二個紅色的顏色 它的區域也不見了 現在只剩下黃色的顏色 就是代表這整個對流雲的強度是在減弱的 不過到了下午可能還是會有熱對流在發展起來的 那氣象署所預估出來降雨的狀況 這個是今天的白天 下雨的範圍還蠻廣的 大部分是以山區為主 那平地方面西半部 另外就是東北部東北角這一帶 可能會有一些午後陣雨 入夜了以後沒有熱對流了 降雨當然減少了 但是清晨的時候呢 南部這邊中部這附近 可能還是會有雲層發展起來 帶來一些短暫雨 到了明天白天呢 我們跟今天白天做一下比較 明天白天這個午後範圍 午後雷陣雨的範圍有縮小的趨勢 大部分縮到了山區 平地碰到的機會有降低的這種現象 但是西半部東北部 可能局部地區還是會碰到了 只能講說明天的午後陣雨 可能有機會減少 再來看看未來這一個禮拜的天氣情況 在中部南部這一帶 清晨可能容易都有 容易會有一些短暫雨的 未來這一個禮拜太平洋高壓 基本上強度不強 天氣形態變化並不大 只不過這種午後陣雨有時候比較多 有時候比較少 基本上中午過後可能平地方面 局部地區都會碰到這一種 西半部 再來看看今天各地區詳細的天氣預報 先來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區 今天還是會有局部地區的午後陣雨的 今天範圍在平地可能還是比較廣 明天有機會減少 高溫33度上下 那中部這一帶也是局部地區 有午後陣雨 彰化跟嘉義的雨 大概清晨到上午這段時間已經下過了 南部地區今天是勤到多雲 主要的午後陣雨大概在三區 高溫32 33度 東方部來看的話 基隆宜蘭主要是以午後陣雨為主 高溫32 33度 外島的澎湖 金門還有蓮江都很清朗 高溫30度 31度 再來看一看今天的紫外線指數